一场突发的气候灾难将地球分为两个极端 我的丈夫在高温55轮的环境下扑就山火 而我在零下45轮的暴风雪中徒步20公里 为了活命和团聚,我们在所不惜 近期极端天气频发,请市民注意出行安全 合理规划行程,车在收音机里传出气象台的预警 儿子紧紧贴着我的脸,动了通红的小手缩在一起 妈妈,我们会死吗? 与此同时,我的女儿为父亲涂抹着烧伤的膏痒 汗水和泪水顺着他的脸颊流下来 女儿问他,爸爸,妈妈和弟弟还能回来吗? 火车上妻子流利视脚,三天前 我带着还在上幼儿园的儿子回边赛探亲 父母年迈,我又远家轮程 本来说好一家四口一起回来 但连续的高温天气制造了不少麻烦 身为消防员队长的老公只能原地待命 刚好女儿中学组织补课 我便打算带着儿子回家看看 再去个风景区游玩 谁都没想到,上一秒风和日丽的天气突然变了 从W市出发,坐火车到景点所在A市 需要七个小时,远处的云彩大朵大朵飘浮在空中 天蓝的像是油化颜料调出来的 我订的是软卧车厢 几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兴奋地举着相机 对着车窗外拍的不停 大美边赛亚克西 听见这句话,我和儿子对视一眼,笑了出来 儿子正是长身体容易饿的年纪 姥姥姥爷给准备了不少吃的 为了方便,我干脆带了一只行李箱 又随身背了个双肩包 景区大多是牧民和蒙古包 没有那么好的条件 我从小不吃羊肉 所以箱子里还装了不少牛肉干充鸡 我从背包里给儿子拿出一包饼干 他晶晶勇媚地吃着 我接了热水,泡了一桶面坐在窗边 心里想着 要是这次老公和女儿能一起来就好了 快看,红旗少年 坐在我前面的年轻男孩 激动地喊了一嗓子 他的小伙伴骑刷刷凑到了车窗前 一个牧民少年骑着马 赶着羊群在草地上奔驰 壮实的领头羊身上 拴着一根木棍 上面的五星红旗迎风招展 这画面确实太美了 看着激动的年轻人 我心里的家乡情犹然而生 妈妈,阿坑依儿子打个喷坑 我放下面走过去 他的小鼻涕泡破了 我笑着给他拿纸豆塔 怎么打喷坑了 饼干好吃吗 他乖巧地点点头 好吃,阿坑依依 火车上的空调开得很足 八月的天气还没出福 我从行李箱里 掏出一件小外套给他套上 喝点热水 儿子,怎么有点凉了 刚才还挺热的 一个老太太自言自语着 也从手提包里 拿出一件衣服披上 本来不觉得 他这么一说 我也觉得有点凉了 列车员推着卖食品的车走过来 一个中年男人站起身 跟他交涉 咱们能把空调温度调一调吗 老人家睡觉有点凉 抱歉先生 列车空调没有办法单独调整 这个温度是设定好的 你要是觉得冷的话 可以盖好被子 男人摇了摇头 回到了自己的铺前 你们觉不觉得 是有点凉了 穿着民族风吊带裙的年轻女孩 跟同伴小声说着 姐姐 您露着个大膀子 能不能冷下 去你的 姐这是直角尖 妈妈 我想吃蓝莓 儿子不打喷坑啊 两只眼睛滴溜溜 盯着列车员的推车 我点了点她的脑壳 给她买了两盒蓝莓 又买了两盒自热火锅 不知道为什么 我忽然觉得有点怪异 心里不踏实 这种感觉多年前也有过 那是98年 全博发大水 我当时八岁 家里买了很多泡面 我妈还买了好几个 能装下我的大盆 虽然边塞发洪水的概率 微乎其微 但住在水库附近的 我们还是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现在 我又有了那种黄黄的感觉 我去 我也觉得有点冷 身材有点胖的男生 一边穿着长袖衬衫 一边说道 不应该啊 我这火炉体质 在家光膀子都嫌热 阿坑依依 儿子又开始打喷坑了 我皱了皱眉 问她 宝宝 你冷吗 她点了点头 我拿出手机点开天气 此时室外温度显示27摄氏度 才22摄氏度 是不是有点低了 22摄氏度 一般火车空调 就要停止工作了吧 不少人都站在了走道上 开始议论 直到年轻人中一个 小个子男生惊呼道 温度还在降 21摄氏度了 你们快看外面 我们不约而同被声音吸引 看向车窗外 只见刚才大躲的 白棉花一样的云朵 正快速朝着火车移动 白色的云 也变得乌沉沉的 就好像一块块藏了 许多污水的洗碗海绵 阿坑一一 车厢里不少人 开始打起了喷坑 一股冷气钻过窗户缝隙 爬上我的肩膀 记得我一哆嗦 20摄氏度了 天哪 小个子又喊了一嗓子 外面的云层压得更低了 颇有一种风雨欲来的震势 车厢内顿时一阵骚乱 大家都纷纷穿上了外套 吵什么呀 没见过下雨呀 内地人真是有意思 前面的车厢里 一个中年大叔 骂骂咧咧坐起来 他应该是被吵醒了 没好气地对着我们说 鸡鱼没见过 冷空气没见过 我们每年还倒春寒呢 怕什么 听他这么一说 大家都不吭气了 不对 这和倒春寒不一样 得益于老公在消防队 我也算是跟着耳畔木染了一点气象学知识 即便是挤冷空气 也不可能造成几分钟内 气温就下降一摄氏度 文太 你这个气象表是不是坏了呀 怎么可能 这可是我新买的 气温真的在降 妈妈 儿子的小脸上有些不安 他拉上了外套的拉链 戴上后面的帽子 唯一在我身边小声问我 妈妈 冬天到了吗 冬天到了吗 我不知道 但瓢泼大雨 很快就变成了满天冰雹 火车的速度明显慢了下来 列车员推着车 摇摇晃晃 又来到我们的车厢 一下就被人围住了 我说服务员 咱们这是遇上暴雨了 空调温度太低了吧 冻死人了 能不能给调高一点温度 车上孩子都流鼻涕了 列车员也是一脸焦急 只能提高音量安抚大家 我去问问 大家别急 把衣服都穿上 我现在就去问 19摄氏度了 小个子抬起头 瞪大的眼睛和张元的嘴 显得十分喜感 能给我看看吗 我懂一点气象学 我出声询问 他迟疑了一下 还是递给了我 您是气象局的吗 还是大学老师 真的是19摄氏度 短短15分钟 温度就下降了6摄氏度 初中地里交过 海拔每上升1000米 温度就会下降6摄氏度 可火车经过的路线是平原地区 不存在海拔高叉呀 都不是 但我爱人是消防队的 他们有专业的培训 我将气象表还给他 心里慌了起来 大家还在等待列车员的说法 我关上了软卧车厢的门 让儿子小口喝着热水 拨通了老公的电话 滴 滴 抱歉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通 请稍后再拨 怎么办 距离到达目的地 还有三个小时 温度还会再降低吗 我又拨给了父母 他们说忽然飘起雪花了 已经开启了家里的电暖器 我叮嘱别怕费电 我妈腰不好 一定要保暖 妈妈 是冬天到了吗 我可以玩雪吗 儿子圆圆的大眼睛里 染上了兴奋和期待 我苦笑一声 儿子 现在才八月 还是夏天呢 我想再给老公打个电话 手机却弹出来一条新闻消息 轮程无牙山突发大火 火势迅猛 风力强劲 消防队和民兵 紧急进山抢险 我的心已沉 果然 电话还是无人接通 各位旅客 你们好 接到气象部门紧急通知 节冷空气入侵 室外温度下降过快 列车将开启暖气 请各位增添衣物 以防感冒 列车的喇叭里传来通知 循环了三遍 有暖气了 我们正好开心 我却看见手机上显示 室外温度已经下降到了15摄氏度 我顾不上震惊 当机立断拿起我的大保温杯 和儿子的保温杯 对他说 你乖乖在这里坐着 看好我们的行李 妈妈去打水 火车比起刚才变得有些颠簸起来 我挨着墙走到饮水机旁 却发现已经排起了长队 这天气也太变态了 刚才还万里晴空的 嗨 比轮程好吧 我反正更怕热 听说往年很少挂大风不下雨 斜了门 就这次 风特别大 一滴雨都没有 我怕冷啊 我宁愿热死 也不想冷死 在我前面的两个大哥聊着天 我心想 我们一家这是什么命运之子 女儿和老公在最热的地方 我和儿子在最冷的地方 终于打上水 我有点懊恼应该多带几个杯子 等我回来的时候 惊讶地发现走道上没几个人了 太冷了 大家都缩回了被窝里 和我们一个软卧包厢的 是刚才那个女孩 还有带着气象表的小个子 我特意买了两个下铺 方便召开孩子 此时儿子却说 什么也不愿意一个人躺下 那你挨着妈妈 睡一会儿吧 睡一会儿我们就到地方了 看了一眼手机 没有未接来电 气温已经下降到10摄氏度了 我拿起水杯喝了一口热水 惊奇地发现 窗户已经截起了细小的冰晶 一路爬上窗顶 姐姐你是边塞人吗 女孩很活泼 她小声好奇 对 我在这里长大的 你们是大学生 喂 我们几个是一个社团的 趁着暑假来边塞旅游 没想到居然赶上寒流了 这可不叫寒流 小个子推了推 眼镜纠正道 女孩耸了耸肩 让我别在意 她是个理工男 就喜欢研究气候什么的 还总说 也许世界末日 就是气候变化造成的 该说不说 我此刻确实有点赞同她 我们都是南方人 这个温度 还行 小个子咧嘴笑起来 她一边穿着羽绒服 一边说这话 听上去不是那么有舒服力 哎哟 女孩打了个寒颤 真是太冷了 不是说开暖气吗 暖气恐怕 顶不住这么快下降的气温 被我说中了 很快列车又响起了广播 各位旅客 因为气象变化突然 列车暖气已全力开启 请大家不要惊慌 回到座位 列车员将为旅客发放暖贴 此时 室内的温度已经降到了零下五摄氏度 这是南方室内才有的温度 窗外几乎看不见蓝天了 黑压压的一片 冰雹狠狠地砸着窗户 丑里声辣的声音就没停过 忽然 我听见走到外传来的争执 女孩看了我一眼 拉开了一条门缝 原来是那个有老人要照顾的大哥 我说 你多给我几个怎么了 列车员似乎要急哭了 还是一脸歉意地解释着 抱歉 先生 数量有限 现在是夏天 我们并没有准备太多 每位乘客只能拿一个 你们不能照顾照顾老人吗 我要投诉你们 先生 您可以让我先给大家发完 如果有多余的我 再给这位老人 不行 要是你发完了呢 赶紧给我五个 不然我投诉你 让你丢工作 他这话越说越过分 有看不过去的大姐就帮了一句 谁都是一个 谁不冷啊 也不能仗着年纪大 就搞特殊吧 结果这句话彻底点燃了大哥 他跳起来就要打大姐 列车员赶紧去拦着 生生挨了一拳头 吵什么 一帮子自私自利的人 是那个睡觉被吵醒的大哥 他站起来像座山 身高目测有一米九 五大三粗 像个五打演员 他走过去 一把拦住男人还要挥下的拳头 从他手里抢过推车 交给列车员 赶紧去发 一人一个 谁要是再不讲理 就来找我 男人的手臂 以一个扭曲的姿势 被大哥握在手里 脸上竟然出汗了 放开我 他的气势弱了下去 我和女孩对视一眼 从列车员手里接过了暖帖 请问有感冒药之类的吗 我出声询问 列车员点了点头 稍等 我发完这些 就去给您拿 我到了谢 关门的时候 看着那个男人 张眉丧眼地坐在过道座位上 软卧车厢人数较少 又有山一样的男人坐镇 就算有人不满 也没闹出太大的问题 但我们不知道的 硬座车厢已经乱了 你的额头 列车员亮亮拖拖 走到我们包厢 他递给我感冒药的手上 还沾着血迹 有人闹事 别乱跑了 把门锁好 面对我的震惊 他只是凄惨一笑 转身准备走 你可以在我的车厢休息 我叫住了他 指了指对面空着的床铺 我儿子跟我睡一张床就可以 他的神情先是惊讶 然后是感动 鲜红色的血还在渗着 他一把擦掉血迹 露出一个坚定的微笑 谢谢你 但我还有职责 怎么会这样 阿坑一女孩瑟瑟发抖 抱着被子 从上铺露出一个脑袋 我们不会困在这吧 火车还在走 还有两个小时二十分钟 坚持一下 我只能鼓励到 妈妈 我睡醒了 儿子醒来伸手要抱 我连忙给他噎了噎被子 从保温杯里 倒出一瓶盖的水 为他喝下 宝宝 妈妈带你上厕所 我抱着儿子快速走出去 一股寒气让他打了哆嗦 必须上厕所 等一下 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列车员说的对 如果没有需要 就不能再出来了 等我返回来的时候 发现包厢门锁了 我轻轻敲了敲 女孩开了门 他穿着厚厚的羽绒服 坐在对面的下铺 神情惶恐 眼睛里满是迷茫 姐姐 你知道现在多少度吗 零下午摄氏度 我的彻底沉了 看外面 睡在我上铺的小个子 语气惊慌 我脚门锁好 扭头看向窗外 冰雹已经演变成了一场 不知何时才会停止的暴风雪 慕名的羊羔子在风雪中寸步难进 就连石途的老马 也被风吹的歪向一边 真的要世界末日了 真的要世界末日了 我就说 极端气候 就是这次末日的原因 前面车厢暴乱了 你们跟朋友说一声 如无必锁好门不要出去 他们俩点点头拿出手机 开始发信息 手机 我打开包找到充电宝 来旅游之前充满了电 这给了我不少安全感 火车 不会断电吧 女孩看着我的充电宝 一脸震惊 事实证明 当你喊出末日两个字 而所经历的现实 又是前所未有 任你在历史书上 怎么都找不到的时候 就要做好 事情只会更坏地打算 列车广播再次响起 这一次 是告诉大家空调停了 为什么空调会停 火车不是应该是用的 电厂的电吗 这是老式火车 一般有三种供电方式 一种是皮带轮发电机 是安装在客车底下的 小型发电机 车动有电 车停断电 还有一种是柴油发电机组 一般有专门的空调电力车厢 还有一种 就是发电厂通过输电线路 将高压电送到铁路牵引变电锁 调为适合高铁使用的电压后 再通过接触网 将电供给列车 我一边解释 一边盘算着 如果列车断电要怎么做 有可能是 现在列车正在通过无电区 也有可能 是空调发电车坏了 或者最惨的是 变电锁故障 如果变电锁故障 应该会紧急抢修吧 毕竟路上不止我们一辆车呀 天气太恶劣了 温度下降太快 我们还是做好断电的准备吧 好的不灵 坏的灵 仅仅间隔了五分钟 所有的灯都生的灭了 车厢里不断发出 惊叫声和安慰的声音 我将手机调整到低功耗模式 此时脑子里第一件庆幸的事 居然是 还好我不是苹果手机用户 在这样低温的环境下 估计手机肯定用不成了 我用微信跟父母联系 叮嘱他们 实在不行 叫个物资外卖 他们拒绝了 说家里的大冰柜和冰箱 都塞满了食物 我前几天买的大桶饮用水 够喝好酒 天气这么坏 不要麻烦外卖员了 太危险 我爸在铁路上干了一辈子 我向他请教了列车停电 以及后续如何自救的知识 最后 我再次给丈夫发了消息 你在救火吗 我看到新闻了 我打了又删 删了又打 内心胶着和不安 让我下意识开始咬指甲 妈妈 爸爸说不咬指甲 儿子的小手攀上我的指头 一脸认真的看着我 和丈夫气氛长相的脸蛋 让我心头一酸 我吸了吸鼻子 在对话框重新打下 注意安全 老公 外事消防大队张扬视角 我是轮程式消防大队的队长 本来这个暑假 要陪着老婆孩子去探亲 但整个轮程式 就像老君的炼丹炉 高温天气 已经持续了68天 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 连续45度以上的高温 导致河流水位严重下降 河床露出 对以水力发电为主的轮程来说 停水停电 只是一个开始 老婆走后的第二天 路面温度已经到达了 接近50摄氏度 有好几辆车发生自燃 我带着几个人去灭火 踩在地面上隔着胶鞋 都觉得烫 更何况 我们个个穿着厚重的防火服 抱着高压水枪 水气蒸发的瞬间 有一丝丝凉意 但很快就被热风扑灭 摘下帽子 一个队员说了句 这也太热了 不对劲 这种极高温天气 不是没有过 轮程地区本来就有火炉的名号 但往年即便是热 也不会连续这么多天 更严重的是 只有风 没有雨 市里已经紧急通知 间隙性断电 为了保证居民用电 许多商场白天都关闭了大门 写字楼也寥寥无人 队里的空调 常年都在26摄氏度以上 我跟领导在会议室 说明了情况 在他的默许下 我通知大队所有消防员 轮流指手 确保紧急火情 能够第一时间 到达现场灭火 大家轮流有四个小时的时间 回家储备饮用水和食物 冰箱无法使用 就多买一些可以放的食物 队长 我们可以住队里 我拍了拍 愣头青小陈的肩膀 笑骂道 你个光棍 那也得回家 去看他老娘 是给大家安排好他们生活的 是 保证完成任务 溢水的年轻小伙子散开 只有一个比我大两岁的老大哥 他是我的战友 滴妹带着小的回家了 我点了点头 这才想起来 今天忙得脚不沾地 竟然没有打电话给他 昨天晚上跟儿子视频 他说 今天他们要去木湖玩 现在应该在火车上了吧 我先给女儿发了条信息 告诉他 下课了不要乱跑 给我发消息 我去接他 接着给妻子回了个电话 看着手机上显示的两通未接 我心里有种不好的预感 无人接通 队长 你怎么还没走 一个兄弟换了衣服走出来 这就走了 抓紧时间 整点回来 我想了想 还是先回父母家 我开着车去了本市最大的超市 米 面 油 各种调料 鱼城人吃饭口味重 这些东西是万不能缺少的 我爸爱吃红烧肉 我就买了半扇猪肉 又在卤店买了三斤猪耳朵 两个酱猪肘 估计也可能停水 我想了想 又拜托超市小哥 帮忙搬了几箱水上车 做完这一切 我去车赶去父母家 正好轮到他们停店 就两个小时 没事 你对理不忙了 而媳妇和乖孙怎么样了 爸 你能先让儿子喝口水吗 牛饮一大杯茶水 我帮着把东西放进冷柜和冰箱 打了电话 没接通 可能是火车信号不好 我等会儿再打电话 我们瑶瑶呢 你要是忙 就我去接他 别让孩子大热天等你 我跟他说了 还有一个小时他就下课了 我低头看了看表 上次答应他去买了高梅去城 今天刚好有时间 得去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 我开车前往学校的路上 接到了队里的通知 乌鸦山突发大火 火势凶猛 速回 我一个方向盘急转 掉头赶往队里 山火 并不罕见 往年夏天高温的时候 都会提前做好气象预报和火灾预警 可今年的温度实在太高了 一整个夏天 几乎没有下过一滴雨 我调出天气预报 心直往下沉 今日七级大风 这是山火最好的助燃剂 喂 山姐 是我 张阳 乌鸦山大火 我赶不过去接瑶瑶了 什么 学校封校了 那瑶瑶就拜托你了 陈山 我老婆的好闺蜜 是女儿学校的老师 有她在 我稍稍放心些 回到队里 车已经开出 换了衣服 我一步跳上救火车 副队长解释了情况 所有人的脸色都无比沉重 同志们 就算是太上老军的炼丹炉番了 这个火 我们也要扑下去 还没到山脚下 热浪就如火蛇一般舔了上来 一种要命的窒息感 让我不得不深呼吸 航空救援队已经到了 武警兄弟也在赶来的路上 在来的路上 我们根据乌崖山的山脊 山谷地形制定了紧急方案 分别在四个地方设置观察上 现场指挥部告诉了我们 一非常严重的消息 有两位护林员被困在山上了 我带一个小队去救人 其余小队配合航空救援队和武警 按计划扑灭山火 随时保持通讯 地表火的蔓延速度为8000米每小时 树光火蔓延速度达25000米每小时 速度极快 所以遇到山火想要逃生 一定不要顺风而行 你一定跑不过大火 向山上逃生也容易 造成人员伤亡 火势上山最快 速度与坡度成正比 火势在平地速度居中 火势下山速度最慢 护林员自然是接受了消防知识的 我根据地形 选了一条较为容易的下山路 希望途中搜寻到下山逃生的他们 一进入火区 热 太热了 要烧起来了 小新 我一把拉过一个年轻队员 他今年才毕业来到消防队 性格很开朗 没想到第一次出任务 就遇到这么大的火情 刚才一时呆住 没看到旁边烧得发灰的树木 集中注意力 跟上 我怒喝一声 他的眼神一下清醒过来 是 队长 熊熊大火稀释了氧气 本来这里是极好的天然氧巴 可如今 却要严防死守才能不会中毒 火星跌落灌木丛 干燥的树枝 交错爆裂的声音 刺激着骨膜 连手持吹风筒都被烧得变形 队长 快看 谢天谢地 远处一个小黑点 快速向我们移动 这里 往这里来 还有一个人呢 队员快速拿出一瓶矿泉水 浇在毛巾上 捂住护林员的口鼻 他大口喘着气 我干脆拿出两瓶水 顺着他的头浇了下来 还有一个人呢 他 他回去抢资料了 虽然不知道是什么资料 但这太危险了 我让两个人送他下山 带着剩下的四个队员 继续向上搜寻 地面指挥部传来讯息 风力已经到达了八级 火势扩大了 指挥长叮嘱我们在保证 自身安全的前提下 务必找到人 看了一眼地形图 我决定换一条路 这条路更快 距离更短 但唯一不确定的是 风向 这里是预则消防队 我是队长张阳 现有民众困在山顶护林员小屋 请求航空救援先行救人 我们将从山脊一侧上去 警告知风向 风力 很快 耳机里就传来了来自天空的声音 这里是航空救援队 我是队长刘英 收到 风力八级 风向东南 我们顺着路线 一路避开火势迅猛的地方 这个时候 就火不是我们的目标 不能耽误时间 队长小心 一颗被烧突了树关的树镜值 倒了下来 我们迅速散开 都没事吧 得到了答复 我深吸一口气 脑子里竟然想到了老婆 去边赛前的那个晚上 孩子们睡下 我们俩在阳台喝啤酒 你又欠我一次了 他仰头喝下一口冰啤酒 发出一声满足的 忽然说道 什么 哦 是啊 我反应过来 他说的是 这次没能和他们一起去边赛探亲 似乎从谈恋爱起 我就变成了一个不遵守承诺的人 为此 我们吵了很多次架 我刚工作的那段时间 队里训练很累 平时任务也忙 有一次说好去游乐园 我却突然接到紧急任务 等我拖了工作服洗完澡 才终于想起来 今天是有约会的 我忐忑不安的给他打去电话 做好了被骂一顿的准备 电话那头是嚎啕大哭的他 你吓死我了 我以为你死了 大了的我都以他为荣 然而就是老婆大哭的那一晚 我忽然想到了 那么多个任人业业 那些我骄傲的 把父亲写进作文里的时刻 我的母亲又是怎样的心情呢 那是我唯一一次想要分手 我开始冷淡 电话不回 微信敷衍 我希望他能对我失望 然后离开 然后就被怒气冲冲的 他杀来了队里 当着所有兄弟的面 打响亮的一巴掌 他 我都不怕 你怕什么 你死了 只能我来收尸 他红着眼 拒绝了我的拥抱 然后一脚踹弯了我的膝盖 从外套里拿出一个精美的小盒子 打开后 是一枚戒指 愣着大麻 给老娘戴上 他面上凶狠 目露凶光 却不小心冒出一个小鼻涕泡 他愣住了 我扑哧一声笑了出来 周围认识 不认识的兄弟们开始起哄 我拿起戒指 红着眼睛给他戴上 媳妇的手指葱白 情不自禁的 我吻上了他的手背 老婆 嫁给我 我一定努力活着 脚下的火星子和灰烬厚厚一层 我们终于在半途中 找到了另一位护灵员 他的手臂和被不然着火 怀里还仅仅抱着一叠资料 火势依然很大 地面指挥部召集了紧急会议 因为乌鸦山北面有村落 所以优先控制火势向北突进 因为山谷和岩石沟壳较多 烈火难度加大 我们可能需要更多的人力 邻近省份的消防队伍 正在赶来的路上 还有 附近的居民都听说了 除了紧急疏散的群众外 一小部分热心市民 骑着摩托车 电动三轮车 帮助我们运送物资 总指挥官面色凝重 又无比坚定地提高声音 同志们 我们一定要把山火扑灭 保卫人民和森林安全 乌鸦山的第一个夜晚 看不见星星 满天的灰烬和火焰 遮盖的天空 很热 温度已经来到了53度 可 嫂子这次不是去火焰山晚吧 火焰山是不是都没在这热了 晚饭之前 志愿者赶上了山 送来了一箱一箱的饮用水 他们帮忙将水一瓶一瓶 倒在我们身上降温 我深呼吸一口气 感觉肺力都快烧起来了 不是 他们去的是木湖 那很美 湖水和天空是一个颜色 我一边大口吃饭 终于有时间看眼手机 女儿发来了短信 说他们被困在学校了 什么叫困在学校 我连忙喝了口水 拨了电话过去 宝贝 你在珊珊阿姨身边吗 呜 爸爸 我们被困在学校了 珊珊阿姨在帮忙救护车 运送晕倒的校工和同学 是中暑了吗 爸爸 你在哪 我看新闻了 你是不是去救火了 听着女儿的哭腔 我心里真难受 但此时只能先安抚她 嗯 爸爸在乌崖山 山火很严重 不过爸爸和叔叔们很厉害 你要乖乖的 吃好饭 等爸爸去接你 爸爸 他开口叫我 语气里有着迷茫 却迟迟没有下吻 宝贝 要坚强 你是最坚强的大女孩 等爸爸接到你 带你去买乐高 爸爸 山沙老师偷偷跟我说 要戴好口罩 吃饭去没人的地方 发生疫情了 我紧张起来 连忙询问 他却否认了 不是 但是他们都晕倒了 老师们以为是中暑 可是我看到了 有个男生的胳膊上 出现了密密麻麻的小红点 他 他感觉喘不过来气 我的心逐渐沉底 就连对面的同事也看出 我脸色大变 老师有告诉你们 是什么病吗 没说 但是 我们封校了 有警察来拉了警戒线 不过学校有食堂 还开放了体育馆和游泳馆 幸好暑假只有我们年纪补课 你一定听珊珊阿姨和老师的话 戴好口罩 别离同学太近 好好吃饭 有鸡蛋吗 嗯 好 爸爸答应你 火灭了 我就去接你回家 挂掉电话 我有一瞬间呆愣在原地 哥 出什么事了 我女儿他们疯笑了 说是有人晕倒 120去把人抬走了 啊 新冠吗 我摇了摇头 不是 医生还没说是什么 我再也吃不下东西 但理智告诉我 我必须填饱肚子 晚上的气象变化更快 东南风之后是东北风 风力有增无减 真他妈操蛋 这腰风啥时候能停啊 有人骂了一句 其他人也纷纷预测起来 我看了眼手机 再次拨通了老婆的电话 火车上流利视角 车厢彻底乱了 骚乱先从硬座车厢开始 很快传导到了前面的软卧车厢 这种老实火车 不会严格控制超发站票 人人的硬座车厢 原本应该依靠着人数的优势 会比我们这里暖和一些 但食物成了他们大打出手的导火索 餐车在第五号车厢 此时已经一片狼藉 之前女列车员就是在餐车 被人用红酒瓶子打了头 很多特产都在哄抢的过程中破了包装 座位底下红枣 葡萄干 八蛋木滚了一地 还有一个小女孩 太惨了 找不到妈妈了 细胳膊细腿的 就被人推散 要不是我眼疾手快捞了她一把 给她放到了行李架上 她估计这会没命了 我们车厢有一个身材苗条 有些贼美鼠眼的大哥 刚刚从餐车回来 她的脸上挂了彩 衣服也破了一边 但她手里提着两袋蜡条 可别小看这蜡条 垃圾食品的热量才是最高的 不得不说 她此刻的形象有些滑稽 但每个人都为她刚才的英勇世纪探服 人性那 是最微妙的 也许是一次降温 也许是一次酷暑 就足以摧毁人类几千年来的文明与礼貌 他们就打着 列车员也不管 怎么管 要你你敢管吗 蜡条男对了一个大婶的问题 这就是暴乱了呀 戴眼镜的小个子男生 也跑到了前一个包厢 他忍不住吐槽 被蜡条男人瞪了一眼 天真 暴乱哪能就是抢东西 看着吧 早晚出人命 不知道是不是人命这次太过沉重 大家都安静了下来 那个家里有老人的中年男人 想起了什么 忽然站起来 把车厢门锁上了 蜡条男看了一眼 对着小个子使了识眼色 他一脸懵懂 倒是他身旁的那个话少的红帽子男孩 转身走向另一头 锁上车门 更冷了 我穿着羽绒服 都觉得寒气直往身体里钻 火车还在前进 风雪之中 我似乎听见轨道上发出了些细小的摩擦声 这让我心中警铃大作 不会要出故障吧 列车的防寒防洞措施 是会严格定期检修的 即便是零下三十多度的天气 也不大可能出问题 但现在 已经是零下四十度了呀 妈妈 看龙卷风 儿子被我用两床被子 紧紧裹成了一个大粽子 只露出两只眼睛 兴奋地看向窗外 我趴到车窗上 哈口气擦了擦 黑色的风雪之中 远处似乎有一个小点 正在快速旋转着朝火车奔来 那不是龙卷风 而是陈卷风 可是这里是绿洲 怎么会形成这么大的陈卷风 天呐 真的要完蛋了吗 女孩捂住了嘴巴 声音由肩力逐渐转弱 她看着我 眼神里的无知和恐惧 让我心头一震 不知道会不会遇上 我喃喃自语 如果遇上 很有可能会被掀翻 必须让列车加速或者减速 等待暴风过去 头顶传来呲呲啦啦的电流声 很快 断断续续的电光闪烁在车厢里 接着 广播再次响起 各位旅客 因为强冷气流和暴风天气的关系 列车出于安全起见 将会降速直至停下 避开暴风中心 快 锁门 一声撕心裂肺的大鹤 带过了广播的声音 我还没反应过来 小个子就一个箭步冲进来 利落地锁上了车门 接着 在我们目瞪口呆的表情中 她开始从行李架上 把箱子翻下来 堵在了门口 我一下子清醒了 我也将行李箱从床底拖出来 对在了门口 还有箱子吗 女孩如梦惊醒 从床底又拉出一个小行李箱 小个子直接坐在了我的行李箱上 卧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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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一路上 第一次听见她飙脏话 还没被暴风弄死 就要被这群暴民干死了 我倒了一口热水递给她 她摆了摆手 不喝了 刚才这么一折腾 身上还有点热 她看了一眼女孩 又看了一眼我儿子 你们也尽量少喝 这个门不能开了 原来 暴乱果真发生了 听说他们已经砸碎了前几节车厢的门 咱们幸好是在最后 不过也不好说了 就在这么短短的时间里 一些人通过拳头的较量 达成协议 他们这就是抢劫 是犯罪 小个子一份填膺的比划着 女孩在短暂的惊慌过后 却比我想象中要更坚强 行了 这会儿还讲什么道理 我询问外面的情况到底如何 她说那条男讲完话 大家都回了各自的包厢狗着 太冷了 有人一直在喝热水 水喝多了就要上厕所 结果就听见前面车厢里 爆发出惨叫声 还有一句死人了 吓得她立刻连滚带爬 回到了包厢 那个壮汉哥 小个子咽了口口水 他刚好在我们前一个包厢 我进来的时候 看见他没睡觉了 从床底拉出来一根双结棍 窗外的小点已经成了大点 疾风骤雪中越来越近 车速确实减慢了 这样下去 就算车躲过了暴风雪 我们也躲不过外面那群人 总不能在这里坐以待毙吧 女孩睁着大眼睛 向我们寻求意见 看群里 小个子说了句话 手机的光反射到他的脸上 那一瞬间的恍惚 我以为我看到我老公 手机还是没有信号 也不知道他怎么样了 女儿呢 现在应该下课了吧 妈妈 我们会死吗 四岁的儿子 在他父亲的熏陶下格外早熟 似乎很多时候 都是他和父亲照顾着我和女儿 我不知如何张口 女孩放下手机 露出一个纯真的微笑对着他说 小弟弟 不会的 你要乖乖的 不吵不闹 你做得很好 听妈妈的话 我们等会儿一起下车 然后他又看向我 姐姐 我叫林如雨 她是杨夕 跟我们一起的 还有三个人 我们打算等会儿车 停了就下车 你跟我们一起吧 我心里有点震惊 这群00后的大学生 看上去不安适事 十分纯真 但紧急状况下 却能如此快速决断 实在是让我有些佩服 他们向我伸出了橄榄枝 我当然是愿意的 但我一个妇女 还带着一个幼童 就这样下车 真的没问题吗 我不能拿儿子冒险 姐姐 你很懂气象学 而且 小个子叫杨夕的男生 推了推眼镜 你的箱子里 有衣服和吃的对吗 不会给我们增加负担 姐姐 你不用怕 你还瞪了男生一眼 我们也带了很多 吃的和衣服 我们各自顾好自己的能量储备 互相帮助 你是本地人 我们都是外来户 是真的很希望你跟我们一起走 我私存了片刻 点了头 如果确定我们所在的位置 就能找到这条路上的下一个哨所 边塞和其他地区最大的不同 就是国家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资 在每隔几十公里的地方 就会建起一个边防哨所 屯垦树边 那里有最可爱的人 是能救我们的人 王勉去问庄涵哥了 他也愿意跟我们一起 我和女孩对视一眼 在彼此的目光中 都看到了一丝安心和害怕 安心的是 有他的帮忙 我们应该可以顺利下车 害怕的是 他如果想要抢夺物资 我们势必会受伤 车厢外已经有打斗的声音 我不能闲着 收拾好所有的东西 我撕开了棉被 车上的棉被质量虽然很差 但总比没有强 我们将网套拆出来 在每一件衣服里都塞进了棉花 我又撕了不条 将儿子连着毛毯紧紧捆在了我的背上 母爱真的很伟大 女孩忽然说道 她见我有些诧异 指着我身后裹成球的儿子 这份重量 不是一般人能承受的 我看谁敢动 伴随着玻璃破裂的声音 一声中气十足的爆喝响车车厢 是那个壮汉阁 他居然跑到了前面一截车厢 此时 我们已经收拾好了箱子 列车正依靠惯性缓慢滑行 红帽子大学生带着我们 到了另一端的门口 中年大叔挥舞着胳膊等等我们 一边扶着一位老太太向我们走来 虽然他本人素质不高 但这份孝心 还是让我们愿意给他留个门 跳 两个男生使出了吃奶的筋 拉开门 冷 刺骨的冷 让我差点想回去 然而我还是跟着跳了下来 箱子摔在地上 那个红帽子男生伸手接住了我 有了力的缓冲 我不至于带着孩子摔跟头 逃 壮汉阁一个跳跃 边喊边向后跑去 几乎是下意识的 男生们拖着箱子 我紧紧拉住了绑着儿子的绳子 也跑了起来 后面还陆陆续续有人跳车 奇怪的是列车明明应该停下 却还是以极慢的速度 向前滑行 暴风雪在身上 宛如恶魔般追赶着我们的脚步 逃 跑起来 求生的希望 让我顾不得冰风划伤的脸颊 只能大声喊着 儿子 脸埋好 不知道跑了多久 但当我们回头去看的时候 发现列车并没有距离 我们很远 风暴真的来了 刚好 擦着前面几列车厢而过 火车直接被强压的气流掀翻 爆出的火花很快就熄灭了 就像在冰川里爆炸的烟花那样 一瞬间就被冻住 45度杨夕看了眼气象表 牙齿打着哆嗦 好像温度下降慢了 但零下45度的气温 加上暴风雪 也足以要人命 你还好吗 红帽子男生手里拿着我的箱子 我喘着粗气 对他点点头 虽然因为严重的低温和急速奔跑 我的肺快要炸了 但我不能露出一点我不行的表情 我必须让他们放心 能定位吗 我问杨毅 他摇了摇头 忽然眼睛亮起来 我箱子里有个指南针 他们一共两个箱子 一个装着男生的东西 另一个则是两个女生的 先找一个被封处吧 我们几个人躲在一块隆起的山坡下 冰雪厚厚地覆盖了地面原本的草地 雪已经没过了小腿 还好 临出门前 因为怕弄脏白色的单鞋 我换了一双旅游鞋 杨毅的手上缠了一圈又一圈的布条 打开箱子十分笨拙 但终于 我们还是拿到了指南针 姐 你看看 杨毅 你不是爱好者吗 指南针都不会看 那个有点胖的学生调配道 一小时前在火车上穿着短袖 还嫌热的他 此时裹的就像我另一个儿子 姐 我叫成真 梦想成真的意思 小胖子瞇着眼睛 他戴着厚厚的几层外壳口罩 我猜他估计在笑 我叫王勉 红帽子男生说道 我叫杨晴 民族风吊带群女孩 此时也穿着厚厚的羽绒服 我叫赵紫言 一个沉默寡言的男生说道 请问 我们接下来往哪里走呢 你们可以叫我龙哥 壮汉哥的双截棍上沾了血 他弯腰将双截棍插进了血堆里 你是边塞人 他抬头问我 我叫刘丽 土生土长的边塞人 我爸在铁路上干了一辈子 这趟线他很熟 周围标志性的建筑物都被风雪掩盖 等风小一点 我们再走 接下来就是原地休息 我解下绳子 将儿子一整团抱在怀里 又放下背在胸前的背包 他眼睛滴溜溜的转 我放下心来 宝宝 喝水吗 他摇了摇头 之前我将几块用来哄孩子的糖果和巧克力 藏在了内衣里 儿子心领神会 将一条软糖藏进了自己的秋衣 我灵感全涌 又从箱子里拿出小牛肉粒 均匀地藏在了被子里 这样即便是我背着他跑 他饿了也能腾出一只手自己抓着吃 妈妈 我不饿 你吃点 热水是宝贵的资源 我只能祈祷保温杯的质量 真如宣传页上所说 即便是零下60度的气温 也能保热16小时 从时间上来讲 我们此时停下的地点 距离木湖缩在A市 还有一个小时左右的车程 火车的速度 大约是120千米每小时 120公里 我忽然想到 上车前我截图了火车信息 我们现在应该在北屯附近 这是一个中型城市 距离A市大概100公里左右 每隔20公里 就会有一个警务站 到达警务站 应该就有车 边塞真的好大 这还没出省 就700多公里啊 吊带群女孩晒蛇 我笑了一下 但好在 我们只要找对方向 前进最多20公里 就能找到人帮忙 在这样的天气走20公里 呵呵 壮汉哥泼了一盆凉水 我只有一个背包 我是A市人 你们大箱子小箱子的 能走到吗 话一出 我们都沉默了 现有的负重 确实难以承受 更何况 我不能一直让别人帮忙拖着箱子 在这样的低温环境下 体力才是最珍贵的 我有一个提议 不知道大家愿不愿意听 我浅浅呼吸着 生怕一个深呼吸 吸进来的雪渣子 就能冻结我的肺 他们不约而同看向了我 就连壮汉哥也安静地等着我的下吻 我们单独行动 必然无法到达警务站 这条路我很熟悉 我姑姑就住在A市 手机还有电 如果遇到问题 我也可以求助我的父亲 大哥说的对 箱子太重 耗费体力 我们打开箱子 把衣服都穿在身上 食物尽可能带走 其他东西就不要了 我的话真假掺半 但重点在于 我们必须取舍 同时必须互相信任 我只有一个背包 里面的吃的不多 不可能分给你们 但如果有危险 我也不会丢下你们不管 壮汉哥首先表态 相处到现在 他的脾气不太好 但人并不坏 我们也同意 箱子太沉了 而且轮子都冻住了 根本拖不动 我当着大家的面 打开了箱子 一时间 他们的眼睛都直了 姐 你带了这么多东西啊 我苦笑一声 毕竟我还有个孩子 方便面 自热锅 面包 大包的牛肉干 还有半个箱 我会为大家指路 二十公里而已 半个马拉松都不到 我抬头一个一个看着他们 寒风中自己的声音 格外清晰而坚决 如果有不好的状况 我们可以共享食物 我只有一个请求 我会优先照顾好我的儿子 他只有四岁 不会吃太多东西 而且他很乖 这大概就是一个母亲的责任和无奈 没有我 他们大概率找不到路 但我的孩子年幼 我必须仰仗他们的帮助 你放心 壮汉哥从我的箱子里 拿起那几盒重量较大的饼干和自热锅 我也有一个女儿 今年三岁半 我一定要赶回家 为了帮我减轻负重 他们每个人都帮我背了点食物 红帽子男孩从自己的箱子里 拿出一顶帽子 轻轻戴在了我儿子的头上 叮铃铃 我差点没拿住手机 喂 老婆 你们在哪 山火现场张扬视角 看见边塞 急冷寒流入侵 平均温度骤降到零下三十的一瞬间 我差点晕倒 打了无数个电话 终于 电话那头接通了 我们困在了火车上 遭遇了风暴 现在雪已经没过小腿肚子 我和儿子还行 另外还有几个人 我们下车了 准备走二十公里 去最近的警务站找车 你呢 你是不是在救火 我看到新闻说 山火很严重 还好吗 女儿呢 爸妈他们还好吗 他口齿清晰 语速很快 一连串的问题 让我渐渐放松下来 我在山火现场 女儿拜托给了陈衫 他还在学校 爸妈还好 我来之前 给他们送了食物和水 家里也有太阳能板 想了想 我还是没告诉他 封校的事情 现在他们的境遇 已经很危险 我一定能接到女儿 你们有带够穿的和吃的吗 二十公里 我心脏狠揪起 不要说儿子还那么小 就算是老婆 在暴风雪中 徒步二十公里 都是我不敢想象的事 没事 人活着就是会遇上 各种宝没事 不是热死就是冷死 老婆的语调故作轻松 可我分明听见了 他的唾厌 但我们不会死的 你也不许有事 你这个混蛋 答应我的好多事 都没做呢 我 老婆 我感觉眼睛一热 背过身去 不想让别人看见 你一定要带着儿子回来 我会找人去救你们 我有战友在边赛 我一定会找人去救你们 队长 嫂子那边出事了吗 为了让她保存电力 我挂了电话 刚转过身 就看见兄弟们 都一脸担忧看着我 编赛新闻出来了 好多地方旅游的人 都被困了 小张来队里三年 她的女朋友 还是老婆给介绍的 喂 他们也被困在路上了 我想想办法 找人去搜救 虽然知道 政府肯定会第一时间 对失联车辆和人员 进行搜救 但让我就在这里 什么都不做 我做不到 半夜一点的时候 临时赶来的消防队到了 简单的照面后 喂 玉子 是我 张扬 从战友那里 我了解到边赛的情况 很严峻 温度是骤降的 平均五分钟降一摄氏度 如果没有做任何准备 人会在短时间内被冻成冰棍 老婆用微信发来了 车次和当前所在地的范围 我发给了战友 我这边一旦结束 就会去边赛找你们 兄弟 拜托了 躺在简易的帐篷里 我抬头看见的是红色的天空 汗水出了一茶 在身上干了一茶 周而复始 满天的灰恨和飘散的水雾里 我仿佛看见了遥远太空中的一颗星星 我闭上眼睛 双手合十 默默祈祷山火快点扑灭 祈祷我的老婆和儿子平安归来 三天后 大火终于被控制住了 然而气温却更高了 这里已经到达了55 就连靠近山里的清凉地 也有35的高温 好消息是 队里特批我回去接女儿 坏消息是 不知道是不是信号的缘故 我联系不上老婆了 一个人着蓝色头发的小伙子 骑着摩托车在等我 他动作马里的 先从车上卸下一项矿泉水 再拍了拍沾了土的坐垫 露出八颗牙齿 哥 我带你下山 我跟副队交代了情况 跨不坐上他的摩托车 这才看到 他蓝色的头发下 还有几撮红色的毛发 这是什么新的时尚吗 路上很颠簸 两个大男人似乎有点茶呛 我主动开口 你头发挺帅的 他饿了一下 然后哈哈大笑 哥 我之前是红毛 但是天气太热了 还山火 我一怒之下 就去染了个蓝的 嘿嘿 我禁不住笑了出声 你还挺乐观的 这鬼天气哦 也难不倒我们轮城人 你们心大苦咯 到了山脚 卸别了蓝发小伙 我打了辆车赶往学校 喂 陈山 是我 我现在正在来学校的路上 什么 那你呢 电话里 陈山请我快点接走女儿 甚至把她的儿子 也委托给了我 她说 学校出现了热感染 传染很快 我不知道热感染是什么 疫情三年 难道还有比新冠 更可怕的病毒吗 她没有细说 只说自己是人民教师 职责所在 但是请带走她的儿子 前面过不去了哦 司机师傅将车停在了路边 几个晓得前面怎么回事 警戒线拉了三天喷 我匆匆扫码付钱 一下车 一股热浪扑了过来 出租车的发动机 发出难听的轰鸣声 公共交通全都停了 路面上人流稀少 远出路口的警戒线 有警察把守 没有办法 我只能不行前往学校 路面烫得脚心疼 一只大黄狗吐着舌头 嘿 我叫了一声 她有气无力地扭头 站在那里看着我 像是冰死之人的呆滞目光 我拿起手中的水 对着她晃一晃 狗子一拳一拐地 过了马路走到我身旁 我找了个塑料壳子 给她当水杯 你快点喝 等一下就蒸发没了 给狗子倒了小半瓶水 听着她杂罢杂罢的口水声 我心里好瘦一点 走了大概五六公里 终于来到了学校门口 同志 我是是消防队的 我来接孩子 不得以为之 我只能说出自己的职业身份 希望能带走孩子 张扬 一个熟悉的身影 从我背后响起 是我的大学校有陈官方 毕业后 她就进了警察局工作 而我考建了消防队 你来接李李吗 刚好 你把我儿子也带走 她拍着我的肩 郑筹没办法管她 我爱人紧急抽调去支援抗议了 我们家没人 她在学校待着我也不放心 我们已经通知家长了 没有发热迹象的孩子 一律带走 我点了点头 到底什么是热感染 她带着我刷了证件 往学校体育馆走 我们也不清楚 但肯定不是新官 一开始是一个校工 然后几个学生 浑身发烫 身上起小红点 看着跟疹子一样 却又不是 高烧不退还会说胡话 爸爸 李李一屁股从地上爬起来 她哭着就扑进了我的怀里 我紧紧抱住了她 有一种五脏六房回归的踏实 过了几秒 她从我怀里抬起头 小脸蛋上挂着泪珠 拉着我的手指着前面说 田探和陈阳在那边 田探是陈杉的儿子 陈阳是陈官方的儿子 听叔叔的话 照顾你同学 官方叮嘱了两句儿子 就又去忙着工作了 我带着三个孩子走出学校 给陈杉发了条消息 她回了个保重 咱们去爷爷家 不过没有交通工具了 说着话 我看见了树英夏的共享单车 你们都会骑车吗 53度的天气 我们一大三小 在热气蒸腾的陆地上 创造了一幅求生之景 得益于轮程这些年 道路绿化做得不错 我们尽可能在绿阴夏行动 路面上几乎没有车 有车的地方 我会下意识带着他们避开 不远处甚至能看到 自然的汽车冒着烟 一个半小时后 我们终于到达了父母的家 电梯已经停了 互相鼓励着爬上十层楼 就连我也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累坏了吧 我的板 慢点喝 奶奶 别叫我小明 女儿脸色通红 小声跟打着蒲扇的母亲说 我知道 她在同学面前不好意思了 你联系上儿媳妇了吗 我爸的眉头拧成了穿子 那新闻里 看着都吓人 我点了点头 拉着她进了另一间房 怎么样了 这两天联系不上 可能是大雪天切断了信号 最后一天联络的时候 她说他们几个人要徒步二十公里 去警务站求救 我特意压低了声音 别跟我妈说了 三个孩子我就放进这儿 我还得回趟队里 没等我拉开门 门就被趴在上面偷听的三个孩子推开了 你太重了 小男孩互相埋怨着 女儿瞪大眼睛看着我 我也要去找妈妈 只感到一阵头疼 头疼又传导到了背上 我妈带走了两个小孩 房间里就剩下我个女儿 四目相对 我们都从彼此的眼睛里 看到了忧心脆脆 李李 你听爸爸说 你先别说了 衣服脱了 我去拿药箱 我哑然 小姑娘长大了 开始有自己的主意了 我听话的脱了衣服 她站在我身后 鼻子抽搭抽搭 火什么时候才能灭呢 嘶 没事 爸不疼 我要去找妈妈 我都听见了 弟弟还那么小 她突完药 说着就哭了起来 我一把抱住她 把她放在我的腿上 轻轻拍着后背 宝贝女儿 你在爷爷奶奶家待着 安全 健康 爸爸和妈妈才能放心 你现在是爸爸的软肋知道吗 爸爸已经让战友去救他们了 等大火扑灭 爸爸也会去接他们 可是 可是那么冷 你和爸爸都在轮程长大 但是妈妈是边赛人 外公外婆说 她走的时候 带了很多吃的 还有羽绒服 我们要相信妈妈呀 是不是 哄好了女儿 我穿上衣服跟他们告别 路上遇到一位 送水上山的志愿者 我搭着她的车 回到了救火现场 与此同时 全是应急广播响起 各位市民 一场高温天气期间 请减少不必要出门 储备好食物和饮用水 如有突然发热或昏迷患者 请及时拨打120专线 自然无情 人有情 让我们携手共克时间 一起打赢这场高温战争 冷 冰冷刺骨的温度 仿佛一把锥子敲进骨髓里 我往上拖了拖儿子 让他把头埋进我的脖子里 小家伙很聪明 拉着被子的两个脚 严丝合缝地埋在我的井窝 呼着热气 让我一时间暖和了不少 风好像小点了 红帽子男孩说道 他们骑刷刷看向了我 我咬了咬牙 没有开口以存储热量 抬手指了指不远处的铁轨 我们必须走到铁轨的另一边去 那里已经经历了风暴的洗劫 相对安全 箱子被我们拉到坡上 三只箱子 摆成了一个短粗短粗的箭头 如果有救援队赶到这里 也许能知道我们前进的方向 我心里默默盘算 自己带的干粮能够支撑几天 二十公里 如果是风和日丽的八月天 即使是背着儿子 最多一天就能赶到 但现在 一边是呼啸不停地暴风雪 一边是没过小腿的积雪 更有零下45度的超低温 我们不得不停下来休息 补充热量维持体力 三天 最多三天 照目前的能量消耗 我最多能撑三天 风在好哭 我的脚已经没有知觉了 只是丧失一般麻木地向前一步一步走着 一个荒神差点摔到 壮汉哥及时扶了我一把 用手势笔划 要不要休息 我点了点头 我们围在一起 从背包里拿出自热火锅 关于食物的消耗 我的想法是 尽可能在前期保证体能 因为气温是骤降的 现在已经大大延缓了降温的时间 身体会渐渐适应低温 我们需要熬过最不适的阶段 红帽子男孩的提议 得到了所有人的认可 我们拆开了两个自热火锅 又拆了两包方便面 此时我很庆幸 这玩意儿不需要热水 姐姐 我这里有红糖 留着吧 这个热量很高 可以留到最后 我们大概已经走了两公里了 说完这句 大家脸上都显出一种 破败的沮丧 每个人都疲惫不堪 小胖子的耳朵 甚至生了洞窗 可还有18公里 等着我们跋涉 默默吃饭 我抱着儿子 看见他冻得发青的嘴 打开了儿童保温杯 小口喝 宝宝 撕开一包奶粉 我很下了心 把他倒在了雪地里 姐 你干下 很快 他们就明白了我的意思 没有热水 凉水冲奶粉 根本冲不开 干脆冻成冰棍 奶粉里有高蛋白和乳汁 我把冻成块的一部分奶粉疙瘩 重新放进袋子里 另一些递给大家 算我儿子请叔叔阿姨的 绝境之时的幽默 可能比什么信念 都能给人勇气 每个人都哆嗦着接过奶疙瘩 对着儿子 说声谢谢宝贝 小家伙有些害羞 又把头埋进了被子里 姐 是不是你也没感受过这温度 我摇了摇头 据说我父母那一代小时候 是有零下四十多度的 血能没过膝盖 我小的时候大概四十度左右 后来就越来越热了 即便是过年那几天 也就是三十度的样子 洋溢晒晒舌 用树枝勾起一根火锅粉吸溜一下 我以后再也不说南方比北方冷了 物理攻击还是比魔法攻击很辣呀 红帽子看上去不能吃辣 但几个人抢着喝 还带有余温的辣锅汤时 他还是没忍住 咽了咽口水 等我们得救了 你们去轮程完 我请客 火锅吃个够 又走了两个两公里 风似乎小了一些 天空中静静的飞起鹅毛大雪 这里好像有座山 可能挡住了 洋溢费力的爬上一个矮坡 我看着天色虽然依旧黑沉沉的 但雪花中没有大颗的冰雹了 此时温度依然是零下四十五度 儿子 喂 每隔五分钟 我就会叫他一声 虽然看不见情况 但是听着被子里咯吱咯吱嚼牛肉粒的声音 我就有些安慰 即使下半身已经冻得快没知觉 儿子的声音就是我的动力 你们快看 那是什么 我们不约儿童往侧面看去 是羊群 动得邦邦硬 已经完全被固定在雪地上的羊群 红帽子小跑几步 挨着最近的羊 手指一碰 那冰羊直接栽倒在地 就像一个瓷器羊一般 我靠 遭遇这么一出 大大打击了我们的士气 我刚想提出 要不休息一下补充点热量 就听见后面有人吵了起来 你怎么是这种人 吊带群女孩气急了 眼泪珠子还没流下来 就冻在了睫毛上 你最好再大声一点 把他们都招来 让我冻死在这 那个话少的男生 我记得他叫赵紫妍 你们俩干啥呢 我们围了过去 林如雨站到杨琴的身边 红帽子男孩 拉住了推推操操的赵紫妍 我注意到 他的背包似乎别了一些 原本为了安全 我们走得很紧凑 但几公里下来 总会有人体力更差一些 壮汉哥和红帽子走在最前面 我和林如雨 洋溢在中间 杨琴和赵紫妍跟在了后头 风雪很大 如果没人出生 我们也不会回头 你做了什么 红帽子一脸平静地问道 赵紫妍却突然像一只 被惹毛的兔子 你们都被他骗了 根本就没有什么警务站 所有人不愿而同看向我 我面无表情 一双眼睛毫不畏惧地盯着赵紫妍 你有什么证据吗 红帽子男孩 淡淡看了我一眼 证据 你们都是傻子吗 赵紫妍嘴角计消 降温前一路上 少说有几百公里了吧 见过哨所吗 见过警务站吗 更不用说 这鬼天气 人家凭什么不撤呀 就为了等我们 边塞确实五步一岗 三步一哨 洋溢着急为我分辨 你没听他们说吗 现在全国最安全的地方 就是边塞 是 最安全的地方 可那是在城市里 赵紫妍封了一班拿出手机 她的手指动得肿了起来 看看 距离下一个地级市 还他妈有100公里 我没有反驳 只是不露痕迹地 拉紧了我身上的被子 妹子 不说两句 壮涵哥本是站在我身后 此时也越过我 他们站在了一起 而我独自背对着风雪 姐姐 真的没有警务站吗 我们 会冻死在这吗 林如雨这句话里的不安 传导到了每个人的身上 大家都紧张起来 说什么 说我知道有警务站 我没有办法证明 电话 你们谁的电话还能打通 能打通 还用得着我们自己走20公里 我扫视着对面 和他们每一个人眼神对视 连眨眼都没有 你们不相信我 可以 但要我现在放弃 坐在这里等死消耗食物 我做不到 温度不确定 会不会再降 在这里待着 也许不用等 就能立刻像那些 冻起来的羊羔子一样死掉 对不起 她吃了大家的面包 吊带去女孩 忽然无脸哭起来 在看到她的 别下去的背包时 我就想到了 或者说 在下车的那一刻 我就想到了 早晚会因为食物发生争执 你小子是因为心虚 所以才到达一耙吧 杨毅虽然个子小 此时却气势汹汹冲上去 想要夺下她的背包 赵紫言死死抓住背包 喊了起来 我们照顾她和她儿子 直接一拳打中了她的胸 你还算不算个男人 我们自己带了多少东西 没数吗 你刚才吃的自热火锅 是天上掉下来的吗 两个女孩子吓得在一旁 瑟瑟发抖 壮汉哥叹了口气 杨毅和红帽子男孩 与赵紫言拉拉扯扯 我心里松了口气 走上前去拉开他们 别在小孩子面前打架 我检查了一下赵紫言的身体 似乎没有受到太大的伤害 伸手 她迟疑了一下 还是将背包递给了我 里面还有一瓶 早就冻成冰柱的饮用水 以及吃剩下的手撕面包残渣 还好大部分吃的 都在壮汉哥和红帽子男孩的包里 但赵紫言的质疑和犯规 对我们这个需要挑战 人类生存极限的小团队来说 还是不小的打击 你饿了 对吗 她惊愕地看着我 眼睛里慢慢蓄上了冰珠 你饿了 又很累 还不知道要走多久 一路上都是冻死的牛羊 还有人 我顿了顿 脑海中再次回想起 刚才我们路过的那个 被冻在石头上的老人 我知道 你很辛苦 大家都很辛苦 我不怪你 饿了就说 我们好好分配食物 保持体力 一定能得救的 她好哭起来 却因为天气太冷 看着没有眼泪 我拿出一张纸地给她 不要哭 眼泪也是珍贵的水分 而且冻在脸上伤皮肤 真的 能获救吗 她唾液的 能 我放大了音量 是对她 也是对其他人 我们一定能走到警务站去 政府也一定在派武警官兵搜救幸存者 只要我们不放弃 一定能 她低着头 我拿出剩下的面包残渣 递给她 你说的对 我还有个儿子 她才四岁 她的人生还没有开始 我怎么忍心欺骗她 欺骗你们呢 姐 我们一定能走出去 杨逸激动起来 两个妹子捂着脸点头 红帽子没有说话 却伸手揉了揉赵紫言的肩膀 小兄弟 我们边赛人 比不得你们内地人见多识广 但是这位女士 壮汉哥指着我 要是没有她 刚才被埋在雪坑里的人就是我 我又从背包里 拿出了刚才冻住的奶粉冰地给大家 累了一定要说 不要勉强 我们可以慢点走 但绝不能落下任何一个人 似乎又恢复了平静 我坐在一块血盐上 慢慢嚼着冰块 心里却一片迷茫 她说的没错 我撒谎了 我根本就不知道 前面有没有警务站 在今天之前 我只会为女儿的兴趣办 儿子的早交费发愁 小孩子不喜欢吃蔬菜 哄着骗着 拿出金色的巧克力奖励 让她多吃菜 老公工作繁忙 身衣许国难许清 虽然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 从结婚开始 到每一次产检 再到带孩子 上班 照顾生病的父母 每个妈妈都像一个超人一样 我曾经以此为傲 但现在 当我的求生伙伴们冷静下来 我却没办法再欺骗自己 我再次拿出手机 幸好只有不到半点 手机屏幕是上周 去照的全家福 我吸了吸鼻子 心里默默说着 老公 我也好饿 好累 我想回家 你还好吗 红帽子男孩坐了过来 他递给我一片牛肉 虽然已经冻得帮帮硬 但我还是有点惊喜 最后一代 本来想着到了景区吃的 我吃不惯羊肉 我是四川人 这是张飞牛肉 算是特产吧 以前不觉得它好吃 现在倒是美美无比 我老公是轮程的 他是个消防员 他点点头 又接着说 其实出来之前 我跟我爸吵了一家 他被我气得够呛 眼睛都红了 我还分他身体不好 就别总跟年轻人吵架 我静静听着 他脸上显出懊恼的神色 早知道就不气老头了 哥哥回去 儿子忽然露出一双 又黑又亮的眼睛 说对不起 宝宝说对不起 爸爸原谅 你快带好头 红帽子眼圈红了 掩饰性的背过身去 小声说了一句 喂 我会的 又是不知道走了多久 我不断调整方向 积雪已经掩埋到了膝盖处 雪没有丝毫要停的样子 天空依然是黑蓝蓝 此时是下午六点 因为时区的原因 边在要比北京时间晚两个小时 也就是说 太阳高度角最大的时间点 是下午四点 而现在已经是六点了 我们即将面对更黑暗 更严寒的夜晚 我们必须停下来 找个地方休息 继续走 有可能会冻死在半路 但找地方休息 也可能在睡梦中死去 这是一场豪赌 我们只能轮流小响 职守的人需要每隔五分钟 确认大家还活着 我先来吧 壮汉哥出生 食物已经是按份额规划好的 都放在这边 每个背包上都拴上绳子 如果打开 你们也会听见 我刚想说不必如此 但看大家都默认的表情 便也没有说话 点了点头 辛苦你了 我找了一处有些倾斜 刚好可以侧卧的地方躺了下来 将包着儿子的被子放在怀里 为他挡住风雪 让他喝了几口热水 一边哄睡 一边想着轮城的山火 种植城城的轮城人民 一定会筑起最坚强的防火长城吧 这似乎是这个英雄城市一贯的气质 而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传统 想必很多地方的消防员 志愿者都会赶去救火吧 我有些心累 又有些心酸 人在绝境之中 最恐惧的不是天灾无情 而是孤立无援啊 迷迷糊糊的 我也睡着了 梦里 我回到了家中 老公看着我的腿一脸心疼 他给我开了电热毯 我一脸的嫌弃 这么热的天 谁家开电热毯啊 那你说现在怎么办啊 我怎么知道 别吵了 王勉去追了 希望能找回来 一阵式杂声里 我似乎听见儿子在叫我 妈妈 妈妈 我一瞬间清醒 下意识伸手把他搂紧了怀里 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了 脑袋有些昏沉沉的 我感觉自己的手脚更冰凉 但身上却有些发热 那个大叔 拿着他的背包跑了 再一次被背叛的感觉 已经麻木了 但食物短缺 成为了迫在美小的问题 没过一会儿 王勉回来了 他脸上还挂了彩 看着他空空的两手 我们都心里一沉 追上他了 但是他太壮 打不过 他说 他要回去找女儿 我们这么多人 他也没权拿走背包 各凭本事吧 杨毅狠狠地捶了一圈血 女孩子互相看着没有说话 赵紫妍的脸色阴沉无比 忽然讥笑道 那他刚才装英雄 批判我的时候 感情是给自己做人设呢 算了 事已至此 我们接下来把食物分成小份 每人一份 自己装自己的 赵紫妍和吊带群女还是情侣 他们俩装进了一个背包 其余人各自装好自己的食物 我不动声色 心里却暗暗下了一个决定 除非有人有生命危险 否则 儿子藏起来的食物 绝对不能拿出来 我们还是需要休息 我叹了口气 长时间低温加上雪地行走 会严重消耗能量 边在早晚温差大 冬天更是如此 所以我们必须等到明天早上六点 才能再次出发 此时距离六点 还有两个小时 我让他们先睡 坐在一边指手 林如雨坐了过来 欲言又止 姐 比起大叔偷走食物 我更不希望他死在这个晚上 我看懂了他眼睛里的担忧 那是一种名为善良的东西 只能希望他获救 或者回来找我们 我忽然想起 背包里似乎有个蜡烛 那是我们来旅游之前 儿子过生日剩下的蜡烛 他非要让我带上 去木湖点燃许愿 我倒出了背包里的所有东西 激动地问他们 谁有打火机 这个天气 能点着吗 只要达到招火点就可以 省着点 试试吧 我们围成一个圈 挡住来自四面的风 往缅伸出手 小心翼翼护着打火机微弱的火苗 我同样用一只守护着蜡烛 送了上去 一下 两下 三下 燃了 然而没来得及欢呼 风又吹灭了蜡烛 没事没事 再来一次 这次我们靠近一点 当蜡烛的火光 在这一片白雪脱脱的荒野上亮起 所有人都感动得激药热泪盈眶 妈妈 我可以许愿了吗 儿子天真的小脸钻出被子 我们都笑了 也许只有孩子 才会在这样艰难时刻 依然记着许愿吧 我冲他点了点头 我们一起许愿 在一望无际 分不清天与地的末日时分 一位母亲捧起一根小小的生日蜡烛 这根蜡烛是红色的 顶端闪烁着火光 微弱又强大 几个成年人和一个裹成团子的小孩 一起双手合十 维护着小小的火光 他们闭上了眼睛 在心中郑重地许下心愿 我没有问任何人 风声和大雪扑影的声音之中 我仿佛听见了所有人的愿望 回家 我们要回家 一直等到蜡烛彻底熄灭 只剩下冰凉的粉末 洒落在银色的雪上 我们才终于鼓起勇气 再次动身 一望无际的白雪 让人睁不开眼睛 我叮嘱儿子 一定要用帽子盖住眼睛 又撕了几根布条 每个人都遮住了眼睛 这种程度的大雪 很容易导致血盲 我们尽量不往盯面去看 妈妈 手机 儿子的声音和手机的震动 让我停住脚步 我连忙接过手机 只有微弱的两点信号 颤抖着手按下了通话键 老婆 你们还好吗 听到熟悉的声音 我再也忍不住干好起来 此时此刻 不再去想保存体力 不再去想要当坚强的妈妈 也不再去想 到底要走到哪里 我只想跟我的爱人倾诉委屈 她没有说话 只是浅浅的呼吸声证明 她一直在听我声嘶力竭的悲鸣 儿子的小手拍着我的肩膀 打着哭个安慰我 妈妈不哭 儿子 爸爸和叔叔们扑灭了山火 你们等着 我这就去接你们 帮爸爸照顾好妈妈 好吗 老公的声音从话筒传来 清晰可见 我看见杨毅推了推网免 他如梦初醒 哆嗦着手从怀里掏出手机 又苦笑一声 我这是苹果的 我简单告诉老公 我们正在沿着铁路线向南走 火车下车的地方 大概距离A市还有100多公里 沿途没有看见牧民的蒙古包和小木屋 也许是撤走了 也许是这里本就没有人来 我已经拜托战友打报告了 他有车队 已经出发了 我直接开了公放 你们一定要坚持 不能放弃 车队很熟悉路况 都是越野雪地车 很快就会找到你们的 注意安全 我和你们的家人 都在等你们回家 挂了电话 我将手机递给了网免 给你爸爸打电话吧 他饿了一下 又摇了摇头 留个念想 我一定要活着回去 亲口跟他道歉 又是深一脚浅一脚的跋涉 虽然吃的已经所剩无几 但每个人心中都憋着一口气 就像是临终病人 在死亡之前的回光返照一样 我们要趁着这口气还在 坚持到有人找到我们 带我们重返人间 啊 一声奸细的呼叫声 走在前面的我大感不妙 有人掉雪坑里了 是吊带群女孩 这里应该原本就是一个大坑 只是大雪覆盖了 看不真切 我们虽然已经万分小心 用脚尖探底 但还是防不胜防 所有人 把绳子 不条 随便什么东西系起来 每个人都拴在腰上 我大喊一声 和王敏一起看向坑底的吊带群女孩 你没事吧 能站起来吗 他被吓坏了 而赵紫言作为他的男朋友 被眼疾手快的杨依依把抱住 你疯了 别拦我 行请你别怕 我陪你 我气得打了一下他的脑袋 别说傻话 再掉下去一个你 我们就真完了 太滑了 而且绳子长度不够 王敏话因为落 赵紫言就做出了 让我们所有人都震惊的举动 求求你们 救救他 不要放弃他 我从现在开始 不会再消耗食物了 求求你们 这个原本让我觉得 自私又阴沉的大男孩 就直恶恶的跪在了我们面前 你干啥 杨依依把抱住他的胳膊 却没能拉起他 我 我没事 但是我好像起不来了 杨晴此时却没有哭泣 而是努力尝试着站起来 你先站起来 不要干好 我们还需要你出力来救人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 看到他脸上挂满的感激和愧疚 笑着摇了摇头 对着坑里的杨晴说 这个男人可以嫁 等你们结婚 我给你们包红包 绳子不够长 我脱掉了一层外套 解开了包裹了儿子一路的被子 还有不少牛肉干洒了下来 我顾不得那些吃的 摸了摸儿子的头 宝宝 我们来就姐姐 你在这里别动 冷了就喝热水 喝完也不要紧 好吗 他乖巧点了点头 就在我抱着被子起身的时候 一件后外套披在了我身上 是赵紫妍 你 姐姐 我现在一点也不冷 我们不能失去任何一个人 明明是寒暴来袭的天气 我的眼窝却总是发热 没再说什么 所有人默默将绳子绑在了被子上 放下去 高度刚好 杨晴 你有哪里痛吗 没有 我感觉我的腿都没知觉了 不过有点发热 我心里一沉 他本就是我们几个人之中 穿得最薄的 走了这么久的路 身材又偏瘦 热量存储本身就有问题 我朝他丢下去最后一根能量棒 在他难以置信的眼神中 故作轻松地说 我儿子请你吃的 回头 你得请回来 雪地好滑 几次我们都卧倒在了地上 但没有人想要放弃 风暴不再是冲突席卷而来 变成了一阵一阵 吹得人头皮发麻 我忽然就想到了 还在上学时的拔河比赛 对面班的终极武器 是一个体重200斤的小胖子 我觉得自己已经使用了 毕生的洪荒之力 可那条红线却丝毫未动 一 二 拉 一 二 拉 杨晴也没有放弃努力 他快速地吃了一半能量棒 然后抓着被子往上爬 上来一半 他用手扣住积血下面的岩石 他的双手动得又红又肿 在多次摩擦中流了血 血迹点点 染红了这条求生之路 拉 终于 折腾了半个多小时后 我们把杨晴拉上来了 赵紫妍和杨晴抱在一起互相安慰 我几乎脱力 却还是慢慢爬了过去 捡回了被子 又爬到儿子身边 摸了摸他冰凉的脑门 用最后的力气将他重新围住 结 昏迷之前 我听到有人喊我 是老公吗 还是女儿 还是儿子 我想他们了 我答应了要给女儿带姥姥做辣子酱回去 他随了他爸爸 伦城人本就无辣不欢 他说姥姥做的辣子酱拌面最好吃 老公笑他 你这是什么四川边塞丰昧而融合菜 他笑得咯咯的 又转身去逗弟弟 我为什么总是想到从前呢 明明 我现在冻得要死 好冷啊 真的好冷 我是要死吗 妈妈 呜呜 是儿子的哭声 他一直是个让人省心的孩子 坐高铁从来不哭不闹 晕车就睡觉 我们工作累了 他就会自己玩 还会自己收拾玩具 可是他现在哭了 他在喊妈妈 我就是他的妈妈呀 当我猛地从梦里惊醒 瞪大眼睛望着天空 我看到的不是屋顶 也不是星辰 而是五双充满关切的眼睛 姐 你醒了吗 还认识我们吗 你先喝点水 吓死我了 你刚才晕倒的时候 我们觉得天都要塌了 温热的水滴到了我的嘴边 我摸索着喝下 握住儿子的小手 心情万分沉重 我发烧了 对吗 而且我感觉 眼睛很痛 发烧最严重的一次 是我大学的时候去日本玩 结果淋着大雨在海边挤走 又吃了生农海鲜 那天晚上就烧了起来 后半夜醒来 觉得哪哪都疼 眼睛流出黄绿色的眼屎 然而一国他乡 我一直好到了第二天早上 才去医院检查 医生很温柔 告诉我应该是支气管炎 见我是外国人 问询问我何时回国 开了退烧止痛的药水 建议我第二天回国 再抽血化验检查 结果 我被当时还是男朋友的老公 劈头盖脸骂了一顿 他说回国 这是能等的吗 看病能等吗 我反驳 人家是好心 我又没有日本社保 抽血很贵的 而且第二天就回国了 他气得笑了起来 一开始就不应该 让你自己一个人去 以后出去玩 必须得有我陪着 对 我就是凡人 我就是我女朋友的赖皮狗 我轻轻搓了搓眼角 心里觉得好笑 骗子 大骗子 说好的 以后去哪里玩都要陪我 看吧 为了惩罚你 我又烧成支气管炎了 姐 你别说话 把这个吃了 然后把要吃了 赵紫言将剩下的 半根能量棒递给我 杨逸手里拿着一个小瓶子 另一只手里拿着说明书 还好我出来的时候 我妈非要给我装这些常备药 儿子的小手附上我的手 轻轻握住我的指头 我心里那些委屈和沮丧 渐渐烟消云散了 我大口嚼着 冻成冰茶子的能量棒 又把杨逸手掌心的药 一股脑送到嘴里 却拒绝了递来的热水 生吞了下去 有点卡住了 我连忙抓起 一把血塞进嘴里 姐 你真是我见过最坚强的女人 杨逸感慨道 女子本弱 唯母则刚 林如雨握住我的手 我没有力气 只想睡觉 却被王免时不时骚扰一下 姐 别睡太深 你老公还在等你回家 这一觉我睡得不算踏实 却让疲惫的身体 得到了一点点休息 要笑的作用 我的困劲还是很大 但我还是咬着牙站起来 我来背弟弟 你慢慢走 我们都慢慢走 靠近一点 老公的微信告诉我 他已经在赶来的路上 机场的航班都取消了 他雇了一个边塞的货车司机 我没有告诉他我发烧了 只说路上小心 我们会等到他来 那是人吗 杨逸为了保护眼睛 摘了眼镜 我们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 竟然真的是几个人 估计也是跟我们一趟车的吧 他们过来了 王免收紧了 背着儿子的手臂 沉声道 大家小心 防人之心不可无 杨逸却没有顾及地 对着他们招手 我们还有啥能被抢吗 对面走过来几个 穿着冲锋衣的男人 身后跟着三个女人 还有一个穿着少数民族皮衣 带着皮帽的大叔 你们也是T453的吧 这是本地的大哥 他说会带我们去他家 你们要一起吗 大叔说着土话 我是牧民 家在附近 你们可以避风 我们几个欣喜若狂 连忙点头道谢 大叔带着我们 走向另一个方向 大概半小时后 到了一个巨大的蒙古包前 我们一进来 蒙古包瞬间就变得狭小起来 大叔的家里还烧着火 虽然很微弱 但那确实是火 他断断续续的普通话讲着什么 我拼凑了一下 大概是说他一个人来这里 家人都在另一个地方 这个蒙古包是临时的 没想到暴风雪来临 成了避难所 耐友们尽量让我靠近火堆取暖 杨夕就像个吃药小闹钟一样 从口袋里变出药丸让我吃掉 大叔给我们每个人都倒了一碗奶茶 喝下去五脏六腑都暖了起来 零下46度 只降了一度杨夕欣喜的声音响起 等一下我们还是要走 我对着大家说道 这场风雪不正常 降温太快 已经不是气候灾害那么简单 幸好时好时坏 我们必须在还有体力的时候 赶到真正的救助站 我问大叔附近是否有警务站或者休息区 他摇了摇头表示不清楚 我又问他要不要跟我们一起走 他犹豫了很久 最终点了点头 一直到火堆熄灭 奶茶喝尽 我们才终于缓缓动身 大叔看着蒙古包里的茶壶 水杯 还有其他东西有些不舍 一个新认识的光头大哥摆了白手 老乡 你救了我们命 等出去了 我送你十套茶壶 为了减轻负重 我们没有拿任何多余的东西 六个新朋友也快要淡尽两绝 远处有警务站 我的心脏剧烈跳动 不知道是不是药物的副作用 虽然我知道 说有警务站是我撒得谎 但不知道为什么 我忽然觉得兴奋起来 这是一种无法明说的感觉 我只是跟儿子贴了贴额头 小声说了句 我们一定能得救 再次回到熟悉的方向和道路 为了防止再有人掉进雪坑里 我们每个人之间都用绳子栓连起来 蒙古包里用来赶羊的木棍鞭子 被大叔简单拆解了一下 走在最前面的是王冕 他先用木棍探路 确定无碍再走 后一个人 踩着前一个人的脚印 尽可能不要偏移 我问个问题啊 就是这不会雪崩吧 一个女人问道 不会 这附近没有山脉 这是唯一值得欣慰的地方了 小姐姐 你也是边赛人吗 太强了 居然还带个孩子 一个男人接话 你们有联系到警察局 或者消防队吗 赵紫言出声道 我们打了很多电话 但是信号太差 打不通 我们联系了 但是男人有些犹豫 他们说整个边赛都乱了 就连火焰山都遭了血灾 现在根本忙不过来 那可是 齐天大圣打翻老军炉 铁山公主 才能灭火的火焰山啊 噗痴 我们都被这句话逗笑了 哥们 你是做什么的 怎么这么逗呢 啊 我讲脱口秀的 好不容易解封 想着来玩一玩 结果 嗨 倒是把自己活成段子了 就这么一路聊着 一路走着 也走了挺远 回头去看蒙古包 已经变成了风雪中的一个小点 你们看前面那是啥 是不是警务站 我们都疯了一样跑了过去 然而 那不是警务站 只是一个荒废的公共厕所 可是 有公共厕所 就说明 附近肯定有 对吧 没人回答 我们已经没有食物了 刚才那么一跑式 用尽了所有的力气 和希望 就在我想说点什么骨气的时候 我忽然抖了一下 几乎同时 所有人都缩起了身体 卧槽 怎么回事 杨夕费劲地拿起 挂在脖子上的气象表 卧槽 零下48度 又开始降了 49度 有人重重杂拳在雪地里 有人颓废坐在地上 大叔在询问 要不要返回蒙古包 杨夕愤怒地将气象表 丢进了雪堆里 妈妈 我好饿 儿子看着我小声说着 王勉将他抱在怀里 偷偷从口袋里 拿出一颗水果硬糖 塞进他的嘴巴里 嘟一一嘟一一嘟一一 电话信号太差了 就算好不容易接通 也没有人说话 难道真的要死在这里吗 我真的不甘心 你们觉不觉得 虽然开始降温 但是风停了 一个女孩嘴唇冻得发子 她羡慕地盯着 我儿子身上的棉被 好像是的 雪也小了 降温还在持续 已经零下五度了 南极圈的平均温度是18度 即使是最冷的南极点 也很难超过零下50摄氏度 这天气 天气到底是什么鬼啊 高 高温五十几度 就算了 暴冷是怎么回事 不是说气候 变暖吗 不愧是脱口秀演员 动成口齿不清 也要吐槽 我已经走不动了 好冷 真的好冷 而且好困啊 吊带曲女孩依偎着赵紫言 她紧紧抿住唇 不得已去掐她的脸蛋 谁还有吃的 我 我好饿 我想吃饭 你们谁还有吃的呀 有人开始崩溃 那几个大哥一言不发都垂着头 搓着已经没有知觉的手 大姐 我 我还想吃 烧花鸭 烧烧子饿 我从王缅怀里接过儿子 王缅稍稍往前坐了坐 挡住了我们 儿子 不能睡 听见了吗 爸爸怎么跟你说的 要做男子汉 妈妈不睡 你也不能睡 儿子 不能睡 你给我醒着 你说 要亲自给姐姐挑礼物的 我哽咽起来 放大了我的回声 只听见默默的抽气 和一个母亲的丝毫 醒醒 给我起来 我开始抽打她的小脸 很快 她的脸蛋就被我打红了 王缅实在看不下去 拉住了我的手 妈妈 这一声微弱的呼唤 让我请客泪奔 老天爷呀 我愿意用余下的生命 换我儿子活下去 有声音 你们听 脱口秀演员忽然说了句 他费力的站起身 往前走了几步 又走了几步 忽然转头对我们喊 他妈的 五星红起来救人了 我抱着儿子站起身 亮亮呛呛跟着走了出来 只看见一片白茫茫天地间 一匹奔马 带着几辆雪地越野呼啸而来 那奔马上是熟悉的牧民少年 他看见我们了 他一把抽出 绑在马背上的木杆 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 逆风而来 得救了 我们得救了 他妈的 曹 我他妈以后吃斋 不吃肉了 我紧紧搂着儿子 贴着他的小脸 啜气着跟他说 宝宝 爸爸来救我们了 坐在汽车里 我和儿子分别喝着热水 听着副驾上的救援人员详解 是如何找到我们的 他说 有一个中年人 就剩一口气的时候 遇见了帮助搜救的牧民少年 他昏过去之前 指了指南边 说火车前进的方向 有一对人 我的心情很复杂 差一点 我们就因为没有热量来源 冻死在外面 但也是这个人 最终拼了命救了我们 妈妈 我们能见到爸爸和姐姐了吗 儿子的状况还是不容乐观 他发起了低烧 迷迷糊糊间还不忘问我 爸爸在赶来的路上了 我们一家人很快就要团聚了 几十公里的路程 我们在路上花了快两个小时 血太厚了 这也是迟迟没有等来救援的原因之一 进了A市 汽车将我们放在了一栋体育馆一样的建筑前 嫂子 你和我刚儿子先在这等我一下 我去叫医生 我想问他 为什么不直接去医院 却在看到电视新闻的瞬间秒动 这已经不是边塞雪灾的问题了 整个世界都被分成了两部分 一部分高温不下 山火 停电停水 热射病 还有不知真相的热感染 另一部分 则是降温不止 雪崩 冻死 道路受阻无法通畅 这个划分并没有按照我们所知道的气候常识 或者说 气候异常已经超越了人类的认知 乱了 都乱了 医生很快过来 给儿子检查了身体 递给我一盒药 一天三次 饭后服用 他语气坚决 手脚麻利 还不忘安慰我一句 就是冻感冒了 不要紧的 体育馆里都是人 能感觉到暖气的温度 听说这个体育馆的暖气是烧锅炉的 所以才没有断气 妈妈 爸爸什么时候来 等你好起来 所以你要乖乖喝水吃饭 王勉他们也下了车 走了过来 杨夕一副受打击的模样 所有航班都停了 火车也是 我们回不去家了 至少还活着 王勉对着我晃晃手机 被我爹打了个电话 省得他担心 我们默契的笑了 一种劫后余生的快乐传递在我们几个人之间 对不起 赵紫言忽然对着我们拘了一躬 被杨夕一把搂住了脖子 算了算了 看在你还是挺男人的份上原谅你了 不过分子钱 我肯定要扣掉一些 算你的伙食费 哟 你们都在这儿呢 脱口秀演员惊喜地走过来 刚才那几个哥们 嘿 真帅啊 我也想嫁给消防员小哥哥 我扑斥笑了出来 吊带群女孩指着我说 这个姐姐的爱人 就是消防员队长 羡慕吧 而此时 我的消防队长正在赶来的路上 五个小时后 我见到他的第一件事 就是狠狠给了他一巴掌 出于城市张扬视角 我做梦也没想到 我聪明可爱的女儿 会自己偷偷跑出家 趁着司机师傅买烟的功夫 钻进了车厢后座藏了起来 直到我们的车开出于城 我听见后面有什么动静 才发现居然是我女儿 反正我现在也不可能回去了 她的手背在身后 咬着嘴唇 瞪大眼睛凶我 这是她惯会的动作 每次自己犯了错 知道大事不妙 就会虚张声势 先发致人 最可气的是 这是我爸教的 对付你爹 不能来软的 只能来硬的 你看你妈就知道了 我给你叫车 送你回家 听话 我故意板起脸 用前所未有的严肃面容对着她 司机师傅见识不妙 想要打圆场 却被我一个眼神制止了 我不要 爸爸 我要去找妈妈 我要妈妈 她开始哭了 算是软硬兼施 你可不是你妈 少来这套 就在我们父女俩 僵持不下的时候 师傅慢悠悠来了一句素谱 炒仨子悠 这大马路牙子上 哪有车呀 师傅 您是渝城人 还是东北人啊 师傅咧着嘴 冲我直乐 嘿 俺是山东低 没有办法 我只能给家里 打了个电话报平安 女儿抱着我的胳膊 小声嘀咕 我跟爷爷奶奶说了的 瞪了她一眼 我开始浏览边塞的新闻 心里的担心越发了 整个边塞 全都下起了暴风雪 温度骤降到惊人的 零下50摄氏度 很多人冻死 大量畜牧冻死 雪灾掩盖了道路 几个主要山脉北部 都在发生不同大小的雪崩 我先打了电话给岳父岳母 知道他们囤了食物 在家等待消息 我的心放下了一半 爸妈 你们放心 我已经在路上了 瑶瑶 她偷跑出来 对 我也是这么想的 孩子在我身边 我也放心 我一定会带着老婆和儿子 回去看你们 我以我的职业发誓 挂了电话 我又尝试联系战友 还是战线 因为大雪的缘故 信号塔有较大的损伤 而光缆也因急速降温出现问题 甚至有地方土地开裂 楼房塌陷 老婆和儿子 你们一定要等我 汽车从渝城到边塞 我们一路上都走的国道和省道 高速服务区人满为患 好在我和司机师傅 提前准备好了一车食物 兄弟 你买这么多 花不少钱吧 受灾的人肯定很多 能装就多装点食物吧 从渝城到边塞 一路上从绿道黄 师傅结结巴巴震惊地问我 不是说这边寒潮吗 怎么还挺热的 我和师傅轮流开车 除了夜晚基本的休息和进食 我们几乎不停 本该是最热闹的旅游季 但越往边塞走 人就越少 到了省界线上 一辆又一辆的 带着卫星发射器的军用车 从我们身旁路过 爸爸 有什么大事发生吗 我摇了摇头 想给认识的朋友打个电话问问 去又放弃了 现在这个情况 大家都会很忙 如果真的有世界末日级别的事情发生 那我这个电话 又能改变什么呢 又是一天一夜 终于 我们进入了这个 占国土总面积六分之一的地方 我们的面前 是一望无际的戈壁滩 气温来到了舒适的23度 神奇的是 气温似乎是有了一道明显的分界线 温度不是逐渐降低的 而是一过九泉 就骤降到了23度 把外套穿上 哈密已经零下了 我们尽快通过 魔鬼城 是典型的亚丹地貌区域 山丘被风吹成了各式各样的建筑物 女儿饶有兴趣地分辨着山丘的形状 而我和师傅则对视一眼 将车停了下来 这里是温带大陆性气候 由于远离海洋或者地形阻挡 湿润气团难以到达 因而干燥少雨 气候成极端大陆性 边塞民谣 早川皮窑五川沙 围着火炉吃西瓜 说的就是大陆性气候的极端性 早晚温差极大 此时是下午六点半 在望远镜里 一道陈卷风正在形成 若只是普通的陈卷风 那么我也不会感到惊奇 沙漠地带 陈卷风 沙暴都是常见气象 但如果这个陈卷风 裹着冰雹呢 就好像是夹心蛋卷一样 风呼呼转着 裹挟着一层薄冰 也许吃一口会觉得外酥里嫩 香脆非凡 我们跑不过风的 下车 快点下车 我一把抱住女儿 师傅停好车 抱着一个大背包 里面全是吃的 我们找了一处较高的山丘背面 疯狂地挖洞 还好这一处沙石较多 我倒了几瓶水 凝固周围一圈 我们三个人跳了进去躲起来 用衣服将身体全都裹起来 风声越来越大 像是舒服的扯着呼的猫 女儿的手紧紧扒住了我的脖子 我干脆用胳膊鼓住了它 爸爸 我想妈妈 女儿说完这句话 就红着眼睛 埋头进了我的怀里 我跟师傅对视一眼 在彼此的眼神中看到了恐惧 无畏 坚决 还有脆弱 人在面对生死的时候 总是复杂的 风暴席卷而来的瞬间 沉沙漫天 遮天蔽日 一瞬间 我们的视线都黑了 漫长的一分半 我差点要窒息了 我大声呼喊 又用手轻轻拍着她的脸 师傅从土里摸索着 找到一瓶水 拧开盖子 浇在了女儿满是土的脸上 你扶起她 我照做 师傅用力扣着她的后背 拾起下后 女儿终于咳嗽出声 醒了过来 就是憋着了 老家的土办法 我头绪感激的目光 连忙问她 感觉怎么样 活 活下来了 女儿嚎啕大哭 我连忙拍着她的被安慰 大哥 谢谢你 师傅摆了摆手 都一起经历生死了 别说这种话了 我们简单整理了一下 就去找车 索性车居然没有翻倒 只是车厢被砂石冰块 砸得坑坑洼洼 打火 能走 坐在车上 我们干了整整一桶水 才终于平复了 埋葬砂坑的恐惧 天色黑了下来 此时本不应该再走 但师傅担心 砂豹会卷土重来 便打了灯 继续沿着路走 快到服务站的时候 我们救了一个人 我叫张连兴 是气象站的实习生 本来是要去巫市的 结果车坏了 现在打电话叫拖车 可能不太现实 我提醒道 没事 能遇到你们太好了 只要我和这个包 能去巫市 别的都不要 他穿着简单的格子外套 一双黑色运动鞋 看上去干净清爽 从上车到现在 手里始终抱着一个 类似摄像机包的大包 这里面是什么 探空仪 用来探测深空气象的 这个是最新研制的装备 怎么不派车送你 已经有几台 坐军用车送过去了 我想抄近路 就带着一台走了这边 没想到车坏了 他说着 从包外侧的兜里 掏出证件递给我 又自言自语道 真希望不是我们想的那样 原本需要六天才能到达 可我们只用了三天 女儿几乎是蹦着跳下了车 骤降的温度 让我打了个喷嚏 顾不得许多 我也加紧步伐 向临时避难的体育馆走去 妈妈 我看见一个鹅黄色的身影 在帮忙发着食物 她的身影僵了一下 猛地回头 女儿已经小鸟一般 扑进了她怀抱 当我将他们三人 拥进怀抱的时候 才觉得自己真的在活着 对不起 老婆 让你受苦了 她浮在我肩头哭了很久 当着孩子的面 她还是第一次这么哭 我的眼睛也犯着酸 姐弟俩乖巧地站在我们身边 我听见有人说话 在坚强的女人 看见自己男人 都会变成柔弱妹子吧 不知道是不是这句话的作用 老婆的哭声渐渐小了 接着 我就被打了一巴掌 她的手被动得红肿 涂了药膏 轻轻在我下巴刮了一下 骗子 以后再也不信你了 我有点头大 当着孩子的面 给我留点当爹的颜面嘛 我发誓 从现在开始 你到哪我到哪 我们渝成男人 就是喜欢跟在老婆后头 老婆终于破题为笑 接着问了我怎么带着女儿过来 我隐瞒了路上的生死沙暴 介绍了一路上 互相照应的司机大哥 还有那个气象站的实习生小张 老婆也拉着我 给我介绍了 跟他同生死的几个朋友 刚才说话的男生 是一个脱口秀演员 他的斗趣感染了我们 大家都觉得轻松起来 跟小张沟通 他点了点头 我将他委托给了战友 紧急通知 紧急通知 临时避难所的市民们 由于气温仍在下降 供暖出现问题 请大家穿好衣服 不要私自外出 已经零下59摄氏度了 这温度 就是企鹅也受不了啊 手机新闻热搜 快速跳动着 格林兰的冰川大片融化 海水抬高 淹没了几个小岛屿 企鹅承受着35摄氏度的高温 此时此刻 也许我们彼此都想交换一下 这也太反常了 历史最高温和历史最低温同时出现 地球要完了 地球不会玩 完蛋的 只是人类而已 人们纷纷议论起来 我滑动着天气 渔成的温度 降了 就在几乎同一时刻 零下60摄氏度没有再降 气温开始回升 零下59摄氏度 零下57摄氏度 零下53摄氏度 两极反转 原本急速降温的地方急速升温 而原本的高温地区 则开始了大降水 脱掉羽绒服 脱掉外套 脱掉毛衣 脱掉衬衣 短短的几天时间里 我们居然经历了完整的四季 晚上七点 新闻联播的音乐准时响起 所有人都盯着眼前的电视 等待着最权威的通知 熟悉的播报员出现在电视上 他的语气无比沉重 下面是国家给民众的通知 同志们 整个世界都在颠倒沉沦 气候一向绝非一国之势 全人类面临着有史以来最严峻的考验 我们不是专业人士 但小张抱着一气还没有离开 这是什么意思 张老师能解释一下吗 脱口秀演员问道 太阳药斑爆发了 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爆发 影响了气象 科学界关于药斑爆发 对地球的影响有很多猜想 但我们并未获知全貌 因为宇宙太可怕了 人类现有的科学技术 根本不足以支持 我们真的了解某一个气象变化 那这个叫药斑的东西 多久能停 体育管理鸦雀无声 只有新闻做了背景音 小张身呼吸一口气 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新闻上说 目前没有停止的迹象 也许几个小时 也许几天 也许 我感觉手上一紧 是老婆和孩子靠了过来 除了极端天气 还有什么危险吗 我们总不能坐以待毙 这也不是人类的风格 我故作轻松 希望他能说出一些积极的信息 给大家打气 然而他迷茫地看着我 反问道 地球几十一年的生命 而人类只有几万年 也许在此之前 就发生过毁灭性的事件了 哦 不是也许 上一次极端事件 毁灭的是地球霸主恐龙 他们毁灭了 为人类的诞生提供了条件 也许大自然 本就如此 我知道 他说的是对的 诞生是一种奇迹 在这个远离宇宙中心的银河系边缘 得益于日地距离 和自然卫星月亮的庇佑 地球诞生了无数生命 甚至发展出人类文明 在我们无数的仰望星空 和追求哲学真谛的过程中 人类终于发现了 毁灭也是常理 这很让人悲伤 沮丧 恐惧 却又那么自然 真诚 确定 但我不是哲学家 也不是天文学家 我只是一个消防员 刚刚跟着兄弟们一起扑灭了山火 现在作为一个丈夫 两个孩子的父亲站在这里 我不想被毁灭 请国民们 有序进入邻近的地下避难所 沿海居民有序进入海洋避难所 15天后 我们将会停止人类大部分工业活动 所有商业活动 在温差地带建立农业救援站 10天后 我们将会转移所有幸存人类进入避难所 并重建社会结构 5天后 所有部队全部重新组建 代号 人类活种华夏救援军 并与亚欧大陆其他活种救援军携手保卫幸存者 3天后 所有卫星发射停止 探测器全部发射完毕 气象天文研究工作转入地下堡垒 启动民众紧急避难所 1天后 各省市自治区清点幸存者人数 优先转移老弱病残韵等需要帮助的人群 农业资产由各级组织民兵自行转移至对应避难所 6小时后 启动人类文明活种计划 军事堡垒和避难所同时开启 三小时后 太阳要班将进入一周以来的极大值 人类文明进入至暗时刻 但希望和勇气将陪伴着我们直到黎明 播音员此时以泪流满面 他哽咽的声音充满着不舍和坚定 宇宙是强大的 人类文明在宇宙中如此渺小 但我们无法放弃生的希望 倘若毁灭已在路上 那就让我们人类放下芥蒂 停止战争 用前所未有的团结将毁灭延迟吧 希望 人类文明的火种生生不息 在这个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古老的土地上 人们在短暂的混乱和恐慌后 有秩序的进行着避难和救援 又要食言了 老婆带着两个孩子跟我告别 他们会先去避难所 而我 则申请留在地面编入民兵 爸爸 你一定要快点来 儿子的小脸蹭了灰 我轻轻帮他擦掉 笑着点了 点头 你要听妈妈和姐姐的话 照顾好他们 小男子汉 爸爸 我们会一直等你 女儿背过身擦了擦眼睛 转头一脸坚毅的模样 让老父亲一下受不了了 你可不能再骗妈妈 老公 妻子红着眼睛 伸手摸上我的下巴 打疼你了 我的眼泪直直掉了下去 一脸的轻松耍宝 不疼不疼 你那点小力气 还不如给我挠痒痒呢 老婆 你等我回来 我们很快就能再见面 就是游乐园去不了了 我再也绷不住了 老婆放下儿子一把抱住了我 埋在他的怀里 我情难自治 往昔那么多时光 都在让他等我 如今世界末日了 他还是要带着孩子等我 没事的 没事的 我吸了吸鼻子 整理好情绪 抬起头看见他对我笑 女人的直觉 你很快就会回来 我们也很快就能出去 也许下个月 太阳就会照常升起 天朗气清 金秋十月 我们在一起去游乐园 目送着他 掀着一大一小 走进钢铁撑起的避难所入口 我身后递来了一根烟 是司机大哥 我老婆孩子也进去了 余程已经零下五摄氏度了 我们谁都没有在说话 默默地抽着这根烟 也许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我们都抽不到了 兄弟 你说我们这代人 是不是很牛逼 脱口秀 眼人的眼睛红红的 他也要了一根烟 刚抽一口 就被呛得咳嗽得不停 是挺牛逼的 大事小事都赶上了 99年那次 你们也签了保密协议吧 他转头笑着看向我们 我跟大哥相识一笑 都忍不住点了点头 草他妈的 他又抽了一口 还是咳嗽得不行 憋红的脸看着十分滑稽 那双眼睛却神采仪 老子们外星人都打得过 何况一个小小班呢 草他妈的 草 跟他蛋啊 人定胜天 此起彼伏的人生 响彻了最后的大地 远处的天空中 比平日里刺眼的多的阳光 一闪一闪 仿佛是某种设定好的频率一样 小张走之前说 如果干嘛射线爆了 可能地球就真的完了 我好奇地询问他 明明才是个20岁的大学生 为何看上去那么淡定 他先是一愣 然后露出八颗牙齿 哥 你知道克苏鲁吗 里面有一派人叫降临派 他们希望携身降临 人类毁灭 因为他们觉得 人类文明是一种破坏 就好像高温 也许只是地球在发烧 想要杀死表面活动的细菌一样 也许人类就是细菌 我有些呆愣 没想到居然是这样的解释 那你也是降临派 他摇了摇头 收敛了笑意 我这种毕业就失业 买不起房也结不起婚的年轻人 不能说是降临派 但确实对世界末日 没什么特别的感觉 这个世界从来没有变过 哥 地难所的人流还在缓慢前进着 我早已看不见我的妻子和儿女 我为什么而活 又为什么要抵抗 答案一直很简单 我有要守护的人啊 哥们儿 走了 去运棉花 我他妈还没见过真正的新疆棉呢 我丢掉了烟蒂 转身像一片光亮走去